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道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雅佛音 我是敬雅 拿摩阿弥陀佛 我们生活在五着恶事 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有的人说爱的苦 没钱的苦 生病的苦 总之各种各样的苦 每个人的苦是不一样的 世间到底什么最苦 今天分享一个佛教故事 这个故事是出自于法剧辟喻经中 虽然是佛教的小故事 但是能开我们的大智慧 世尊在摄位城外的法会中 宣说出离生死苦海的大法 由于个人功修有身有浅 所得的法意也不相同 一天 四位比丘闲坐在一棵大树下 互相讨论人间的苦事 什么是人生的大患呢 有一个人说 天下最苦的事无过于色欲 因心不断就入道无门了 第二个人说 人间的苦事无过于饥渴 饮食可以说是维持生命的一件大事啊 第三个人说 人生的苦事莫过于称惠 一念称心起 便换来万劫的罪苦 第四个人说 世间的苦事当以不畏心为罪 如果能有大无畏心 那才是修行的功夫 世尊以他心通力 了知他们四人所想 于是现身在他们面前 故意问道 你们在讨论什么事呢 这四人又重新叙述了一番 佛说 你们所谈的虽然近似 但不究竟 天下最苦的是 莫过于有这个身体 身是苦本 所以叫做苦气 莫过于新叙迈 争渴 liber 称慧金部 色欲怨惑 都源于这个身 劳心极虑 万端优惟 三界之中 胎卵诗化 四生之类互相残杀 束缚层层 而令生死永不惜止的 就是这个身啊 所以如果要出离世间苦 就当求祭灭 设心守正 无所启念 生灭灭移 祭灭现前 这才是智乐 佛告诉这四位比丘 在九远节前 有一位圣者 已经证得了五通 名叫金尽利 有一天 他在树下安坐 贤寂养道 就在附近 有四个动物 结伴安居 互相依附 一是鸽 二是鸟 三是毒蛇 四是鹿 他们白天出去觅食 晚上就回来安宋 有一个夜晚 他们彼此问道 世间的是什么最苦 鸟首先发言说 饥渴的时候 身体虚弱 眼睛发黑 神识不清 忘了利刃的威胁 于是头身裸网之中 我们鸟类的丧生 大多如此 这样说来 饥渴是最苦的了 鸽子第二个发言说 依我看来 色欲是最苦了 银念生气时 无所顾虑 微身失命 都由此而来 蛇接着说 称惠的火一起 便亲疏不分 既能伤害他人 也能伤害自己 鹿说 我在林野之中 心中 常怀恐怖畏惧 害怕遇到猎人 或虎狼狮子 一有风吹草动 我就四处狂奔 不幸跌落陷阱 母子不能相见 继而肝胆碎裂 这样说来 经步是最苦的了 精进力听完 对他们说 你们所说的 都不是苦本的究竟 天下的大苦 无过于有身 身是苦气 由此千禅优位无量 我就是因为这样 才舍弃俗世 出家学道 断灭异响 不贪四大 至求涅槃 只有涅槃寂灭 忧患涌出 才是大安 这四个动物听了 心开一截 生大欢喜 佛告诉这四位比丘 精进力 就是过去生的我 那四个动物 就是今天 你们四人 在前世 你们就已经了知 苦本的真意了 为何今日 又在这里 讨论此事 这四人听了 惭愧自责 刹那间 正得了罗汉果味 师父说 初学的人 听到佛没有身 都害怕了 没有身 那还了得 都想有个身 这身是什么 身见 我执 就因为这个观念 太坚固 让我们生生世世 无量节来 在这里轮回流转 永远不能超越 什么原因 就是这个强大的力量 牵着我们 没办法脱离 佛是近虚空 辩法界 无处不在 就像虚空一样 哪个地方有感 哪里就现身 妙极了 因为没有身 所以能现一切身 《冷言经》讲 随众生心 硬所知量 那个硬是硬身 硬是硬众生的心感 众生心有感 佛就有硬 佛与菩萨都没有身 哪个地方有念 哪个地方 他就现身 他无所不在 无处不现身 这叫得大自在 我们时时执着 这个身是自己 所以就不能 现第二个身 不能尽虚空 辩法界现身 这多苦 这可损失多大 所以 佛就是真心 就是本性 所以佛告诉我们 天下最苦的事情 莫过于有这个身 身是苦本 所以就叫苦气 如果我们能把这个身心放下了 你就快乐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不诗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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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